第四季节目 美食香料 我以为是什么宝贝呢 却是捅没用的玩意 美食 我伟大的航海家谢灵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香料岛 并发现了世界上最美味的香料美食香料 如果将这批香料运到欧洲 我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世界上最美味的香料最富有的商人 我发现宝贝了 解药 美食香料呢 螳蟹 马来鱼 闻起来好棒 香香的 美味 你疯了 不是你脑袋 不是麻辣鱿鱼 唉 要不是那场该死的风暴 我们就不会飘到这破岛上受累受饿了 你那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男猪宝宝 海马 严禁你们打盒子的主意 这可是我精心烹饪 留给梦中王子的爱心鱼丸 海马 别担心 我想我们在岛上不会爱饿 你们不知道这可不是普通的岛 它是个已盛产香料闻名的宝岛 这些当年比黄金还贵重的香料 对古代欧洲贵族来说 可是弥足珍贵的 因为分的美容都少不了它 因而香料从古至今就是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商品之一 但可惜的是欧洲并不产香料 必须从这儿运 而这条从香料产地到欧亚各国的航线 就是传说中的香料之路 因为它是海上丝鹿的一部分 所以欧洲人喜欢把海上丝鹿叫成香料之路 正因为丝鹿先驱开辟了这条道路 所以我们今天才能烹饪出美味佳肴 制作出奇香扑鼻的香水 香料岛 美味佳肴 那我怎么没闻到香气呀 哇 好霸气的香味 哈哈 太香了 洗澡了 等一下 小姐 什麽 是的 不 不 海队 你怎么了 乌鞋哥们发疯似的追你 螳蟹 是山洞里的美食香料 见谁都想咬 不过岛上有对付这种香料的解药 只要你救我 我就带你去拿解药 但我们看见他想咬的是你 就是 解药什么的跟我们可没啥关系 你知道螃蟹对我情有独钟 但是它万一吃了我 以螃蟹的胃口接下来就轮到你们了 你们后悔都来不及 我们帮你去找解药 你先得救我 我带你们去找 不然你们找不到解药 告诉我们解药在哪不就成了 解药在 我还是和你们一起去吧 求求你们了 要不我们还是先帮海外吧 作为美丽的公主 我最受不得别人求我 看来这忙一定得帮 可是 万一最后解药还是找不到 螃蟹还是会治了我们 好恐怖啊 拜拜了 弟妹 还不快逃 拜拜 是不是存心呀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丑八怪 飞零呀 这是螃蟹最爱吃的香料粉末 我就是因为身上被沾染了 螃蟹才被这玩意儿吸引 把我当美食 现在让你们也尝尝被当作螃蟹开胃菜的滋味 男主宝宝 都怪你要救这丑八怪 我们现在怎么办 有了 鱼丸 有了 鱼丸 螃蟹 你的美食在这里 好香的鱼丸 快到我的嘴里来 这个是我给梦中王子准备的 不能给螃蟹吃 都什么时候了 如果螃蟹把你给吃了 你就真见不到梦中王子了 贝贝 接住 男主宝宝 你太棒了 哈哈 贝贝 快扔给我 海马 你小心接着 别弄坏了 太好玩了 男主宝宝 我找不到解药 难道我们一直要扔下去吗 好 他们居然已经拿到了夜明珠了 我得马上抢过来 不行 我现在去还是送死 我得先拿到解药 吃了解药 我就不再怕螃蟹了 海冠 快把解药给我 想要解药 拿你们那个夜明珠来换吧 男主宝宝 我已经服了解药 这些香料对你有用 对我一点用都没有 这是白糖 真是好甜 男主宝宝 你尝尝吧 不用了 会有东西对你身上的白糖感兴趣 痒死我了 别让我痒痒 我们到底要玩到什么时候 男主宝宝去哪儿了 把我们撇在这儿 什么意思 男主宝宝一定是去找解药了 玩这么一下就累了吗 男主宝宝 海马 快把鱼丸扔给我 给 海马 贝贝 你们快吃解药 海马 贝贝 海马 快好 夜明珠 请将我变回真身 我就是丝鹿 顽国之王 我要称霸海上丝鹿 世华 等我变回了真身 这些猎物都是你的 怎么回事 这夜明珠怎么不能许 你这是夜明珠了 这是贝贝大小姐做的爱心鱼丸 再说了 我真的是夜明珠 我们还跟你要什么解药 直接许个月 让美食销料失去功效不就得了 还费这惊 你这个臭八怪 这可是我留给王子的爱心鱼丸 你居然给吃了 你还我鱼丸 你还我鱼丸 南书宝宝 你个骗子 船 船 我们有救了 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吧 我们也可以吗 那是当然 在海上思路上历险 就应该互相帮助 同舟才能攻击 孤立才能共赢 可没有谁能一个人横跨大海大洋的 更没有人通过破坏 能在海上成为霸主的 南书宝宝 海怪 只要你不捣蛋 我们还是朋友哦 南书宝宝 谢谢你原谅我这罪恶的海怪 本人不捣蛋 叶明珠怎么会是我的 其实原谅我们孩子 変小佐 小吹 大家 看到 像 我 帅 你